你认得太过分 你们这个节目把真心都录出来 大家们 你看看 就是一个 哎呦 就是一个呀 是7 哈哈哈哈哈哈 啊 no 找工作 找工作 哎 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 这是能找工作是吧 是啊 你是干啥来了 幸福快乐啊 我最近没活啊 是因为气氛没弄好吗 上了一些特别大的舞台啊 为什么考核已经开始了 现在就开始了 你已经扣分了 为啥呀 你自己猜一猜 这橘子皮怎么能不收呢 这橘子皮为什么不收 这个脱步 哎呀哎呀还可以 这个杆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看这我这忙的都过不过来 不可开交的是吧 你是个前台是吧 我是这个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职位 我是传达组的组长 就是前台 不是前台 你跟你说 你要是这样的 你这个门都进不去 我还是有些权利的 对啊 就是你跟他们不能直接对话 就是你得跟我说吧 我跟他们说 哦我明白了 你就是一人之上 其人之下 哈哈哈 是你怎么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压你够够的 那行明白了 那我现在是要干嘛呢 我现在这样 我不信你空手来 我 哎呦那 我跟你我再跟你说 面试题我知道 转账吧转账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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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太过分了 你们这个节目把真性都录出来了 大家们 你再投机了吗 不是你们不会八个人 每个人卡过一道吧 干嘛呢 上不上班了 老师好 我找工作 但他卡我 他说我不给他钱 不让我上楼 哎哟哒 nineteen 他小点儿 你以为呢 刚刚一百现在可就不是一百嘛 哦 上大火计程 我不管这事儿啊 哎哟 我又不是领导 perspective 这里没好人 ous 통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机场吗 sent上面更黑暗 怎么还没上来呀 来了吗 我们领导都等着了 上来 他们下边不会有起义吧 他们能去 我俩亲子去 快快快 来了 来了 有点像 来了来了 来了 别慌别慌 来了 有点样 这什么呀这是 我等一下你先等会东西 我先传达一下 让进吧 上去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进来 大家严肃点 大家严肃 严肃 你真的站一下 站一下 你不在传达 好 悬面是新人俊剑 进来不都悬了吗 你们不说请进 我哪敢进 什么态度 从银翘 进 进 进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找工作的 你好 这个屋怎么这么乱呀 可以 可以可以 现在这年轻人啊 在社会上学了一些东西回来一下 说了这么多话 好像口有点渴了哈 有点口渴了哈 有点口渴了哈 怎么张嘴 没杯子老师你看 想吃点甜的 有的时候能嚼点什么 对 快快快快快 在这好像没洗 啊 不然不健康啊 哎呀 你看看 就洗一个 哎呦 就洗一个呀 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要不是上位出版都不报今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快快快 哈哈哈 太好笑了 我先吃一个 哎呀 你一下子看到谁是领导了 哈哈哈哈 还挺懂事 你不要太紧张 不要老搓手 你显得你有些举处 不是不是我说 你尾巴夹门外了 是我介绍一下吧 看我的简历了吗 没看 看春晚了吗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 气氛大王 就是来 是不是也普普通通的 你现在气氛吗 哈哈 从零开始 你现在感觉太干嘛 哈哈 就是来学习 学习脱口秀的 啊那你先坐吧 你先坐吧 我要老站 出题考考 来了来了 来了 我是谁 你当然是 当今脱口秀女王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叫什么 你叫杨丽啊 好 那我现在是谁 嗯 嗯 你是 那个那个什么 邓丽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再给个机会 我出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 你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那皮不立着呢吗 我都问你半天 我叫啥了 杨丽 杨丽平 邓丽平 邓丽平 邓丽平有这个人吗 邓丽平好不好 这孩子刚才 在楼下给我俩转了钱 没事 我们给他透了那道题 那怎么答呀 但是呢 他没花钱买答案 这个贿赂就是 你可以直接买答案 不用买题 那他怎么知道 这个答案是哪道题的呀 我也来先传达一下 我们新人的意思 他就是想 请大家吃饭 行 现在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会搞气氛吗 其实我一直很想现场看春晚 有请 气氛大王 那你搞一下气氛吗 搞一下气氛吗 气氛大王 快来啊 搞气氛 搞气氛 他把我的头 他把我的头拿掉了 气氛大王 来 哎 国仔 你觉得出版最后气氛的气氛吗 那大概是半年了 好啊 我还有什么 你还有我呀 谁 谁 是你吗 小鸡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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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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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就是我的梦鬼呀 放过我吧好不好 这也太耻辱了 我搞成功了 哈哈 好 欢迎 谢谢 然后 你的职位 不过主任主任我有一个提议 这个 你说说 这个我们我们几个是一点才艺没有 这只有王免是音乐透口就有才艺 对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编剧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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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团 我们应该有一首自己的歌 哦 我们有团歌 哦 那么按照你的意思 那么王免就是音乐总监 哈哈哈哈 我们给你一个音乐总监的称号 然后你给你写一首歌 你写一首歌吧 行 那我正能写一首 好 你先当个音乐实习生 干好了再生 干好了再生 都是这么干起来的 哈哈哈哈 行 现在 现在那个 王免同学 鉴于你刚才在面试过程中优异的表现 已经你看也洗离了 也收拾卫生了 非常的搞气呗 哈哈哈哈 所以说最后决定你为我们的实习生 这是聘事 哈哈哈哈 不能越急 你知道吧 哈哈 就越急 哈哈哈哈 不是 那个 就不要翻开了 就不要翻开了 这不可稳致吗 哈哈哈哈 这不可稳致吗 哎呀 哎呀 干啥呢 干啥呢 那 那你 那你刚才那一下 你出去我们的角色一下 你还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什么公司啊 啊